作为铁匠和厨娘的女儿 我能嫁给家财万贯的荆轲炭花 这是一件村里的奇谈 因为一个月前 我和村里的孙大娘闹了一场 他们觉得炭花这样的人物 不会看上我这样毫不贤淑的姑娘 而她正好就是看中了我这一点 浩浩荡荡地聘礼到来的时候 我正在打铁铺门口看热闹 我跟隔壁果子铺的姓娘说 真不知是哪家姑娘 要这样的阵仗迎娶 姓娘按住我从她手里盘子拿果斧的手 说你再吃一把 我就去你家铺子里搬一口铁锅 然后最前边的高头大马 停在了我家门口 一个管家式的人物笑咪咪道 哪位是李窑窍姑娘 我以为是要在我家定点什么 锅碗瓢盆的成亲用 心想这大生意 不得给我跌泪坏了 我是李窑窍 阿叔有什么吩咐 那就是了 今日是咱们盛探花来向您家下聘的 我等待鼠前的笑容 凝固在了脸上 谁 我妈 我呀 李贤允从铺子里出来 瞪大了眼睛 娶谁 娶李窑窍 我头也不回的 就冲着他后脑勺来了一掌 让他去叫娘回来 整条街的人都过来看热闹 姓娘惊呼一声 盛探花 是盛家 那个家财万贯的盛家 我也傻了眼 我这辈子都不认识姓盛的人啊 我看着管家阿叔 他从容不迫地笑脸相迎 我看向姓娘 他大张着嘴 双眼无神 我看过凑热闹的邻居街坊 他们眼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我又看向管家道 阿叔 您别是弄错了 我连盛家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跟您家探花都没见过面 别谈感情了 他怎么要娶我呢 一排方正的箱子里呼得走下一个陌生公子 我才注意到这队伍里还掺了一辆马车 公子道 现在你我见过了 可以谈谈感情了 姓娘拽了拽我的袖子 李窑窍 这个长相的 探花你也不愧 探花名叫盛衡阳 肤白貌美 家财万贯 把他请进屋里做 我爹用了两撮我家最好的茶叶 我趁着他转身去拿水的时候 拿走了一撮 反正他肯定不觉得这茶好 就不用迁就他了 我娘急忙从酒楼赶回来 探花跟我爹娘说明来意 他俩皱着眉不知所措 探花起身一礼 在下能否与恋爱单独说几句话 娘担忧地揽着我的手臂 我握住她的手 是一枚关系 屋里只剩下我俩 我率先开口道 小女与您素媚平生 敢问今日是何故上门求亲 我听说李姑娘在这条街上很有名 我心下了然 半个月前 孙大娘拿着一把破菜刀 说是在我家买的 用了三天就坏了 要求我家再陪她一把新菜刀 和一口铁锅 那菜刀木头把都朽了 哪可能是三天前买的 我爹是个老实人 我很优秀的 不是个善茶 当即与孙大娘舌战八百回 从正当上午 炒到日落西山 趁她坐地上撒泼的时候 我把腿跑到她家厨房 翻出了她藏好的 三天前买的新菜刀 孙大娘的泼皮儿媳 要抓我的头发 我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 扇得她脸肿了好几天 然后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号 叫铁扇娘子 实不相瞒 在下家中有本体难念的经 需要李姑娘这样的经国英雄 其实我平时不那样 当日是他们欺人太甚 我不能看着家父受辱 小女时非牙间嘴利之人 你帮我守好后方 每个月我给你三百两银做工钱 如果办得好 还有另外的提成 但我这人最是侠肝一胆 路见不平 势必要出手相助的 这一串花从我嘴里滑出来之后 看见圣炭花脸上尽在掌握的笑容 我知道我中计了 虽然过程稍显突然 但我俩很快达成了合作 婚期定在两个月后 圣衡阳什么东西都是备好的 我只要钻进那套木板里就是了 姓娘脑袋都快想破了 也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李贤云也跟我姐妹弄眼道 姐 那个圣大人是不是拿什么威胁你 你要是真不愿意就说 咱家人不怕事 我心想他没有威胁我 那是利诱我 我爹沉浸在嫁女的悲伤里 说要给我打一顶头冠 我宽慰道 爹 你是个老实憨厚的人 不必整这些花里胡哨 其实我是担心他拿铁打 那不得沉死我 爹还是给我打了一只铁簪子 我心想 这东西不错 魔力点还能当个飞镖石 成亲这天早上梳妆 娘问我可是甘愿 可有后悔 我说圣郎虔诚似锦 心甘情愿 不曾后悔 李贤云比我小三岁 对我从小揍大 现在却看起来要哭了 要是他对你不好 你跟我说 我打得他跪地求饶 圣恒阳亲自迎亲 八台大轿晃晃悠悠 十里红妆浩浩荡荡 街头的姑娘羡慕 巷尾的大娘眼红 喜教里的光线 是一片通红 我后知后觉 生出些惆怅 圣家是我朝有名的富户 到圣恒阳 已经是第六代从商 本朝商人的地位不怎么样 哪怕他们家里房梁都是金香玉的 还是会被人看不起 从圣恒阳祖父这代 就期待家里有个孩子 能登科吉地 脱离商吉 光耀门美 圣恒阳父亲身体不好 他考的秀才的后年便病故了 没过两年母亲 也郁郁而种 圣老太爷脱了固有交情 又捐了两间四金院 把他送到百路洞书院读书 他21岁就考上了炭花 该领一个六品的官职 却因商吉出身 只领了个七品宣德郎 但他实在争气 正逢今年北地大汉 他献上数条粮册 陛下大喜 提拔为五品中散大夫 本届衣甲中 第一个穿上飞袍的人 圣老太爷 努力一辈子的事业终于达成 松了一口几十年的长气 数月前嫁贺西去 他去之前交代圣恒阳 守校三月即可 婚事务必从速 倒不是着急眼似繁茂 而是担心他活不下去 圣老太爷的经年祖产 算上他父亲的 总有七成留给了圣恒阳 而他识天子俸禄 不能再从商 这些钱便钉在他的口袋里 他年纪轻 又未成家 这些钱就被什么 叔叔姑姑叔母堂哥的惦记上 所以他听说了 京城东二十里青山堡 铁扇娘子大战孙家婆的事 马不停提地点了聘礼来提亲 并肩躺在洗床上 我问他 若我是个青面獠牙的母夜叉 或者是跟孙大娘一样的人呢 你也这么愣得上门提亲 他淡淡道 他们还说了 你是打铁西施 第二日 心腹给公婆敬茶 但我没有公婆 这是本该我俩去家祠 拜一拜了事 盛家的三姑六婶十二太奶 一大早就通知 我要去给他们敬茶 又找了堂兄弟 直走了盛衡阳 我打扮得 犹如一朵风中摇曳的勺药花 盛衡阳担忧道 你若应付不来 便大喊一声夫君 快来相助 我便即刻出现 就你于水火 我整理着他的衣襟 抬眼对上他的眼神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等长辈们都到了正厅时 只见我坐在主座上 淡定饮茶 门外几个手里 拿着扫帚的工具丫鬟 一字排开 一个有些年纪的管家婆子正 一边扫地 一边偷着瞪我 为首的妇人 露出抓住我错处的得意 横歌 娘子好没规矩 长辈未到 不站在门口迎接 竟自己坐在主位上 这是你能坐的地方 方才诸位长辈不在 我是这处的当家主母 为何不能坐主位 妇人走近一看 发现扫地的正是她的嬷嬷 当即怒道 你竟敢使唤 我的女士扫地 我十分亲切感动地 挽住了她指着我的手 原来是姑母的女士 您真是用心良苦 执席该怎么感谢才好 执席今早一来此处 这婆子就与我说 敬公婆的茶 要心腹早起采路 捡888颗茶叶 亲自煮好了 给每一房都亲自去敬上一杯 我已经起碗了 就该先洒扫 听堂请罪 等着亲肠们的到来 那怎么是她在洒扫 你又为什么起得这样晚 我无辜地眨眼 您成过亲的吧 我以为 为什么起得晚 你该是知道的 她被夜里一愣 我乘胜追击 这婆子当着这样 多下人的面 说她是主君姑母的女士 叫当家主母扫地擦桌 世上哪有这样的规矩 我正要发火 却突然想明白了 贵妇人们面面相去 有的眼珠疯狂旋转 有的一脸困惑 写着然后呢 我欣慰到 姑母真是怕我立不住威 特意送了一只鸡 让我杀了井猴啊 姑母惊讶不已 不敢相信我都说了什么 其他的姑神也张大了嘴 一时跟不上我的思路 什么样的人家 会有这样扯淡的规矩呢 我服自幼姑苦 不曾听说这位姑母援助过 竟然摆这样的架子 给她的心腹立威 这是多么厚颜无耻的行为 我想姑母这样 大家闺秀 怎会如此 姑母的帘子里又黑 青了又白 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 您一定是怕我管不住家 特意让自己的陪嫁嬷嬷来闹 好让我杀鸡儆猴 姑母 夫君说您与她不太亲近 我瞧您 却是热心肠 竟愿意做这样令人嫌弃的事 来助我立威 这可叫我怎么谢您才好 众人哑口无言 互相左看右看 眼里写满失算 姑母要正脱开我的手 被我紧紧搂住 轻轻拍了两下她的手背 不过我想 长辈们也是开玩笑的吧 谁会真的来喝 我敬公婆的茶呢 那也太不要脸了 也不怕折了自己的瘦数 姑母眼睛里冒着蓝火 咬着后槽牙 你是个对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也没人敢跟我再比划 中午叫我和同辈的女娟一起吃饭 她们聊得多 是些时下首饰衣衫的款式颜色 一听就是为了排挤我 故意聊好门生活 我一边听一边吃菜 在我纠结如何优雅地啃肘子的时候 唐嫂突然善解人意道 横歌媳妇听半天了 怎么不说话 我不懂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姐妹常聊的 倒是忽略了妹妹与我们的出身不同 弟妹 你平时在家里都做什么呢 洗衣做饭 种地喂狗 有什么活干什么活 她们露出对我的不屑和得逞的笑容 我举起一根筷子 也跟着笑 还帮我爹打铁 这样一根银筷子 我知道怎么把它做成一柄小刀 见血封喉 只需在人颈侧轻轻一滑 当场血溅三尺即刻毙命 喊都喊不出来 唐嫂不笑了 唐妹脸白了 来看热闹的姑母让门坎半了 所有亲戚都让我吓怕了 当天下午就有许多亲戚 去找盛衡阳告状 她们连面都没见着 只有管家和书的一句主母的意思 就是主君的意思 她们发现 这回确实没有好处可咯 第二天就有八成人回家了 回门这天 有不少人在我家附近看热闹 我爹娘一左一右地拉住我 像我走了好几年一样 盛衡阳被李贤云挡在身后 有些局促 我回过身去挽他的手 一起走进我家院子 安顿好了带来的东西 娘去做饭 叫我一起去帮忙 我自觉地洗菜 一抬头才发现娘看了我许久 我听说她家亲戚都不是省油的灯 可难为你了 受什么欺负没有 没事 我也是个废油的辣 吃不了亏 娘不懂这深宅大院里的事 不能给你出主意 咱们这样普通人家 也不能给你助力 只能多担心你些 娘这两天都睡不着觉 你这清诚的仓促 我总担心你过得不好 我看着娘发红的眼眶 心里突然很愧疚 我知道这门亲是背后的原委 爹娘只知道 她的女儿突然就嫁人了 娘亲 不用担心我 我过得好着呢 俩人一顿都能吃四个菜 这头却安慰好了娘 她让我端着一碗蒜出去吧 走到桌前 盛衡阳还如我离开时那样坐在那 似乎一点没动 我坐到她身边 她也拿起一头蒜药包 我按下她的手 李贤允 扒蒜 李贤允在门后露出一半的脑袋 迅速闪回去 躲什么呢 出来干活 她不情不愿地走出来 坐在我对面 她就坐在你旁边 怎么不让她扒蒜啊 没礼貌 叫姐夫 我把碗推到她面前 她回去还得写折子 带着蒜味不好 你扒 我一会儿还得帮爹干活 带上胃也不好 你打那菜刀铁锅带点胃 就带点吧 再说 你不会洗手 李贤允 我才不在家几天 你就要造反 她一边不情愿地 扒蒜一边嘟囔 你就知道向着外人 我可是你亲弟弟 她就是读书多点 有什么好的 说什么浑话 我俩成亲了 她跟咱们也是一家人 盛衡阳笑了 拿过半头蒜 无妨 我会洗手 吃完饭 我俩就该走了 在车前 爹娘又拉着我的手 说了很多话 李贤允在爹娘身后 脸上藏不住事 我说 李贤允 照顾好爹娘 过了几天 和叔说我父母来信了 盛衡阳刚换了官服出来 见我越看 脸色越怪 快步走来 问我有何事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李贤允跑了 爹娘找女婿发嗨补公文 要把她抓回家 李贤允从小看爹打铁 锅碗瓢盆 刀枪剑戟 有些江湖客 进京之前路过青山堡 便找李师傅修修剑 她见过各式各样的刀剑 听过他们这样那样的传说 于是她也想有一把自己的剑 有自己的传说 爹娘不同意 他们总觉得我们都是孩子 在外边一定要吃亏 我叹了口气 不知道那把剑能不能护住她 半个月里 我赶跑了足有两打 心怀不轨的亲戚 当我正纳闷 那个姑母怎么消停了时 她就领了六七个貌美女子来 姑娘们站成一溜 规矩地跟在她身后 姑母真客气 都在皇城根底下住着 半条街的是 串个门把表姐表妹全带来了 她今天心情还挺好 没先跟我呛声 我们横哥自幼亲缘淡薄 她成了家 我这个做长辈的很是欣慰 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姑娘 知书达理样貌端正 留下来给你和横哥做个伴 那倒不用 府里下人很够了 你要是寂寞 就领回家去当个牌搭子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 我带他们来 自然是给横哥开枝散叶的 我放下茶盏 执席不是不懂事 是给您留着脸呢 当姑姑的给新婚侄子送一排人 真不知道您家菜放了多少盐 咸成这样 这是说出去 那可真是富家丢人 母家没脸 我知道这不是她的目的 她根本不在乎最后的去向 只是想恶心我一下 喝完这杯茶 她缓缓开口 今日来是有一件大喜事 我儿松丰啊 围观三年兢兢业业 终于熬出了头 要升迁了 说完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他等着我说恭喜 我等着他说下句 诡异的沉默持续了半天 何叔受不了的说 恭喜姑老夫人 他喜笑颜开 我来呢 是给横哥一个机会 你俩出些银子 给松丰通通关系 给他签个糕点的关 将来他们兄弟俩在朝廷 也好互相帮扶 我吃点心的动作都顿住了 这说的是什么话 拿茶把点心顺下去 看着他势在必得的笑容 表哥升迁是好事 但你要是花了这个钱 迁到哪去 可就不好说了 本朝行贿可是大忌 连搞不好 连我爹娘都得拖累进去 我儿天资非凡 封侯拜相指日可待 不过是用自家的便利早些实现 有什么关系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父六岁便人人夸他是天才 那年就让他不科考 直接当状元多好 要耽搁这许多年的光阴 他气得磨了墨后草芽 又端起架子 我是盛家的大小姐 不过是要一部分族产 你个心腹还做不了主 您说的对 我确实做不了主 所以等你外甥回来跟他说吧 他要是点头同意 我立刻拿牌子之前给你 你要是愿意跟他商量 就留下吃个午饭 我叫厨房今天多炒一个菜 他站起来怒道 李窑窍 你别以为你嫁给了横哥 这些钱就都是你的 我告诉你 这剩家的家业是我保下来的 我要多少都是应该的 他说爸便甩秀 出门向外走 我起身去送他 到了门口他忽然扒着门框 痛心疾手地扯着嗓子道 老太婆 我实在是命苦啊 亲爹留下的家产 我没捞到多少 被侄子全树占取 如今他娶了新妇 更是连我那份都吞下了呀 我落后他几步 此刻直接被两个婆子 一左一右给拉住 天爷呀 不会以为这两个人 就能拦住我吧 我反手捏了一把胳膊肉 痛得他俩大叫一声松了紧 我立刻甩开 第三个女使扑过来 我弯腰闪了一步 她摔了个狗啃泥 第四个婆子 要扯我的头发 我熟练的反手就是一巴掌 我站到了她身旁 看着在台阶下看热闹的人 从容一笑 何叔按我的吩咐 把姑娘们都带了出来 排着队上马车 门外议论声渐起 姑母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我扬声道 劳姑母费心 送这么多姐妹来给我做伴 我与夫君心灰燕耳蜜月调油 也实在是用不上 分组产的时候 有县衙的人工证 该给您一双筷子 都不会少给半截 您觉得有猫腻 告上大理寺 咱们罗对锣鼓对鼓 一样一样 算就是了 她直起腰来 咬着牙怒道 你个专横跋扈的 娘 我俩同时凑过头去 见圣衡阳和一男子 向我们看过来 周松峰把姑母拉进了院子里 我和圣衡阳跟在后面 她怎么跟你一起回来了 她说婚宴忙于公干没有参加 来登门道歉 快过去一个月了 赶在这时候道歉 摆明了也是来搭关系求生官的 周松峰一脸的着急 哎呀 弟妹 真是对不住 我母亲跋扈惯了 你别跟她计较 和书神情有些变化 稍低下了头 姑母是性子急切些 倒也没说什么不堪听的话 我娘是什么脾气我知道 真是对不住了 我正准备下一个委婉的主客令 她又忽然说 她就是个眼界浅的无知伤妇 教养不高的 姑母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身体在颤抖 让我扫地的嬷嬷和何书一人 一边扶住了她 我看向盛衡阳 她稍有韵色 我用眼神询问能不能骂 她会给我一个肯定的点头 让何书把姑母掺进去坐着 我站在台阶上 深深吸了一口气 无事不登三宝殿 周公子今日来有什么事 没别的事 就是咱们表兄弟许久没见了 得沟通沟通 感情不是 都是国家动良之才 将来也好相互照应 许久未见 有多久 盛衡阳把我松动的一缕病发 晚到晚后 今天之前 上一次见面 我应该才12岁 他没想到 就这样翻到这么久 一时有些窘迫 我也是忙于公务 甚少得闲 我听闻表哥近日要升迁了 该更忙才是 怎么却到处功夫来串门了 我知道了 因为表哥还想再升一升 这才想起 这个家底丰厚 又试图通顺的表弟来了 话不能这么说 既然咱们是亲兄弟 这举手之劳 也是应该的 亲兄弟 十年八年 见不着一回 也不是一个族谱上的 这是个什么亲法 这是你母家的血亲 你却站在院子里 说你母亲是个没教养的商妇 谁家会忍下这口气 还要帮你的升官打点 我当然知道他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只是看出 姑母跟我们关系并不好 觉得向着我们说话 贬低母亲好办事罢了 周松峰脸色越发难看 硬称道 当年是你们盛家有求于我们周家 我们帮了 这是你该回报我的 不过是叫你说几句好话 烧死些钱才罢了 你们家果真都是粗笔不堪 忘恩负义的势力商骨 我正要开口 盛衡阳从旁上前一步 丰元十三年 你父亲借了生家三万两千两白银 用于生意周转 丰元十六年 借五千三百两 何家二年 借一千两 我祖父从未讨回 全当还了当年旧集之恩 周松峰一愣 显然不知道还有这一档子是 今天你邀喜恩图报 就先把这三万八千三百两 还回在意 若是上门求情办事 你站在我家院子 诋毁我家女眷 我更无法答应 行贿触犯律法 我身为朝廷命官 更该以身作则 若是表哥一意孤行 我只能大意灭亲 他方才气得口不择言 这下抖着脸说不出话 把这尊下头神送走了 姑母还在屋里坐着 没说一个字 满屋人左看右看 我叹了口气 事已至此 先吃饭吧 最后他没留下来吃饭 走的时候脸色也不太好看 何叔有些惆怅 去祠堂上了两次香 晚上我趴在桌子 另一边礼账 盛衡阳在写奏书 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盛家姑母年轻时候的事 何叔都跟我说过 姑母是老太爷膝下 唯一的女儿 年轻的时候 本有一门两情相悦的好亲事 因为盛家的生意出了大问题 才将她嫁给富商周家联姻 她与心上人再无可能 丈夫又伪食不是良配 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她的儿子 可她的儿子说 她是个无知商妇 当年的心上人科举重磅 做了个小官 若是她没有联姻 也能脱了商级 与丈夫恩爱一生 她最厌烦又恐惧的 就是别人说她是商妇 你很讨厌你姑母吗 盛衡阳放下了笔 没有说话 她的睫毛生得很长 垂下眼帘时 不开心就变得很明显 片刻后她缓缓摇头 我幼时父母早逝 家中亲眷都避之不及 我知道姑母要看婆家的脸色过日子 哪怕她真的想要照顾我 也是多有不便的 她只是不曾帮扶 也没有害过我 夏夜的风很静 无人说话时 只有区区的叫声 不至于让气氛太沉重 何叔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事 说了你小时候过得不怎么好 他抬眼看过来 不懂我为什么谈到这个 你那时过得也很不好 不必为了没帮上别人感到愧疚 你幼时受过苦是真的 他过得不好也是真的 既然都是苦 何必要比出个谁轻谁重呢 这些都是过去很久的事 人活着最重要的 是眼前和明天 她没有说话 我俩就着烛火对望了一阵 她忽然说 没想到你还是个过日子的人 距离成婚快两个月 我已经赚了八百两 而这一个月再没有人找上门来 我开始闲得发慌 有一种这钱拿着很不安心的感觉 甚至开始盘算回家的事 因为太闲了 我在宅子里到处逛 跟师傅学打理花草 跟花生瓜子杏仁和桃打牌 他们四个是成衡阳叔叔家送来的 原来叫什么秋贵幽兰少要牡丹的 让我给策反了 差不多的时辰 就去中庭做一会 等盛衡阳下朝回家 我并不清楚别人家过日子是怎样的 但我爹娘谁先回家 谁就在院子里等另一个 正盘算着这日子怎么过 忽然头顶传来响声 吓得我立马 窜出三丈六 绕着树转了两圈 发现是有风筝挂在上边了 这点小事 我想也不用麻烦人 自己搬个梯子 就办了 结果等盛衡阳到家时 我还在树上没下来 她在底下眯着眼抬头 怎么爬那么高 别摔着了 拿着风筝放下去给花生 我轻巧地爬下来 她站在梯子旁 似乎是想扶我一把 又不知道怎么伸手 我想起来她抬头看过来时 对晃得睁不开眼 却没有伸手挡一下 于是看向她掩在一块的大袖 她挑眉 让我猜袖子里是什么 还没等说出第一个猜测 我俩之间出现了一声很微弱的喵 她心情很好地笑起来 我先抬她的袖子 见到了一只小猫仔 猫仔是只小三花 能站在她两只手上 正很有精神地咪咪叫 上车的时候就发现她在里边了 这么小也不知道怎么爬进来的 最近你在家无聊 给你做个伴 我接会小猫 她在我的臂弯里 翻着肚皮伸懒腰 核桃弄了一点羊奶 我们吃过饭了 就蹲着看小猫咕噜咕噜地喝奶 她头只往盆里栽 还要盛衡阳提着她后颈才不掉进去 刚才你取风筝爬了好久啊 我看你下来挺利索的 哦 那附近有个鸟窝 得绕过去 麻烦一点 哪里还有鸟吗 我去读书之前那就有一窝 这么多年 应该是他们的燕子燕孙了吧 在一旁的和书 忽然一拍脑袋 哎呀 之前宅子里修了几处地方 老太爷说那个窝不用拿掉了 当作积德 但是那窝空了好几年 连我也给忘了 后来和小猫在院子里玩 我一直惦记着这个事 也说不上为什么 但总是会不自觉地看看那棵树 过了几天 盛衡阳说 该给小猫取个名了 叫栗子吧 它这头圆圆的 像毛栗子 我看回去 它的表情有点微妙 盛大人才高八斗学服务车 肯定是觉得这名字太俗了 要不你取一个 它笑笑 没有 就是觉得你起名字都挺实用的 原来看铺子的时候 老跟姓娘在一块玩 一说起名 就想起他家铺子里那些牌子了 正想再跟他开两句玩笑 余光呼得闪过黑影 是两只低飞的燕子 我俩激动起来 甚至跑到门口去看 那两只燕子盘旋几圈 飞到了树上的鸟窝里 我侧过头去看它 它也正看向我 都憋不住地笑了起来 挺傻的 两个大人喂了两只普通的鸟 还滴溜着吃饭 吃到一半的小猫跑过来看 没多久下起了雨 我想起来小时候爹说 见燕子低飞 就是要下雨 正想着 爹娘的信就来了 盛衡阳把栗子放回去 问我可有什么大事 我说也没什么 就是问我过得好不好 能不能给李贤允抓回家 娘还说 今年的雨水大 幸好家里不止着 种地的收成过火 今年春末北地大旱 这个月京城周边 又连天大雨 青山堡在往东二十里的 何家窑发了好几封急报 田地全都淹了 求盛上拨款赈灾 旱灾时拨了一笔钱 今年的税还未交上 一时拿不出钱来 于是叫官员筹款 他们一家捐个八百十两 三推两推 把重担推到了家底丰厚的 盛衡阳身上 他不是出不起 只是拿了这么大一笔钱 难保别人说什么 请了何足其佬 商量着捐了一大笔 盛衡阳出了五成 换了五年黄商的合作 钱的是到位了 接下来就是派人去 这是东推西让 又落到了盛衡阳头上 我叼着芹菜想了一会儿 吃完饭收拾东西吧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出公屋而已 我会修工具 也会做大锅饭 多个帮手也不坏吧 他树大招风 难保有人要做妖陷害 救灾忙得很 我得给他看好后方 毕竟拿了人家不少工钱 是得给人家办到位 何况这个村镇就不下来 河湖涨水 就要淹到青山堡了 我不是心里有天下民生的人 天下有官员 民生有君王 我更在乎我身边的人 家里的是有何叔 栗子有他的干果姐姐们 没什么可担心的 收拾了行装 第二天我俩就起码奔赴何家窑 京城不怎么下雨 只是在高楼上能望见东边的阴云 并不清楚这边的雨究竟有多大 从我到这那一刻起 就是不停地下雨 乌云背后像天露了一个大洞 今天是第五天 我终于泄了一口气 盛衡阳跟着他们挖钩收地 我匹柴做饭修工具 忙得好几天没见着面 他是金鱼窝里养出来的读书人 也不知道这种地的苦吃不吃的消 正发着呆 吴四婆婆说熬粥的锅漏了 要修一修 菊锅这种手艺我还是不太行 只能去找在挖钩的张铁匠 下雨的路难走 骑着马蜂与迷眼 一不注意马蹄就陷进了泥里 我想找个树枝把马蹄刨出来 走了几步一抬头 面前停了另一匹马 马背上坐着个只带斗笠的少年 肩宽背包身形挺拔 手里握着一把剑 在迷蒙的雨中看不清脸 我眯着眼喊道 李贤允 李贤允接受完了村里各种 婶婶婆婆的夸奖盘问 收起她灿烂的笑脸 我怎么说是个侠客 让你抓来补锅 我也是要脸的 你还好意思提这茶 爹娘来了好几封信 让我发海补公文 抓你回家 李贤允牙火了 片刻后 我俩同时问对方 你怎么在这 我听说这边遭灾了 有人劫道 正好回家路过 就来看看 但这一路上 连只青蛙都不蹦了 也不知道谁传出来的劫道 我把水壶放在炉子上 想了一会儿 正好盛衡阳在这凤纸救灾 我跟他说一声 看看怎么回事 他不是文官吗 这是怎么落到他头上的 你跟着来干什么 树打招风呗 你在外边浪购了 怎么舍得回家了 天柴的声音停住 厨房一时之间 只有头顶的雨声和柴火 琵琶作响 李贤允从小就心大 整天嘻嘻哈哈的乐观性格 除了亲人去世 他几乎没有这种 低着头不说话的时候 我把小马扎踢过来 坐在他身边 怎么了少侠 江湖险恶 你掉沟里了 他瞥我一眼 舔进去一根柴 我以为手里有剑就有路 结果发现路处处都是 却不知道我要走哪一条 原来总讨厌你和爹娘把我当小孩 这一趟世面见过了 人也认识不少 才发现我确实是小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确实拿他当小孩 人嘛 都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 我送你那把剑 也是想让你自由一回 我伸手摸上他的头 你能意识到自己是小孩 就是已经长大了呀 他原地蹦起来 男人的头不能随便摸呀 听见门的响动 我跟着站起来 看见无似婆婆提着灯笼 身后跟着多日未见的圣衡阳 养娘啊 这是京城来救灾的圣大人 他一天没吃东西了 还有没有什么干粮啊 我愣了一下 才想起还没到这就分开走了 在这的人还不知道 我俩是一起的 翻了几个罐子 真是一点现成的都没有了 只能就着炉火 给他烤两个地瓜 拿出一个破水壶 把地瓜放进去坐上 一时间我们四个对坐无话 无似婆婆 养娘真是个好姑娘哦 什么都会干 又漂亮又勤快 不知道谁有这个福气 能娶到她哦 黎贤云也跟着起哄 是啊是啊 我姐又漂亮又聪明 不知道将来要便宜谁了 这么好的白菜 让猪拱了得多可惜啊 她在无似婆婆身后 看了我一眼 露出意味不明的笑 嗯 确实很有福气 哎呀 圣大人你年岁几何呀 成亲了没有啊 我们的沉默 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 无似婆婆顿时两眼放光 一把抓住李贤云的胳膊 小李师傅啊 我老婆子到下雨天 腿脚腾得走不动路 想要个结实点的拐杖 帮我坐一个吧 说吧就拉着她往外走 一眨眼就挪到了门口 这孩子脸皮薄 不好意思甩开老人家 又明白过来了 她是想搓和我俩 气得说不出话来 脸憋得通红 婆婆迅速闪人 还贴心地关上门 关门动静之大 镇的房梁直掉渣 我俩大眼瞪小眼 气氛比刚才更尴尬 于是把两个马闸 靠近炉子贴墙放 邀请她来烤烤火 七月末的天本该很热 但因着连天下雨 人骨头都是湿的 借着烧水的炉火 烤一会儿能舒服些 并肩靠墙坐下 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从我认识盛衡阳开始 她都是穿得板板整整 第一次看她穿这种 干农活的衣服 但她穿得很好看 这样最普通的衣服 也被那张脸称得有一种 简约的美感 这叫什么来着 不群惊差 难掩国色天香 她转头看向我 我才发现 我一直在盯着她看 那个 这几天很累了吧 要不你靠着我睡一会儿 你不累吗 这边一天也有不少是吧 我哪有你们挖够累 现在没什么事 歇好了明天才能好好干 她思索片刻 轻轻点头 那就睡一小会 有事你叫我 她头靠着墙和眼 没有靠过来 我看了看灶坑里的柴火 又看了看她 算着这地瓜什么时候能好 耳畔是她清浅均匀的呼吸声 窗外雨小了些 柴火在灶里劈啪作响 算了 明天再让林贤云劈柴吧 今天先放过她 我是被相信的 然而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 再过了片刻才意识到 我靠着盛衡阳的肩 而她的头也轻轻挨着我的 她稍微动了动 回过神来抬起头 我俩睡眼朦胧地看着对方 她倾笑一声 你说你不困的 你说你就睡一会儿的 破水壶的盖打开 烤地瓜的香味 充满了整个屋子 尝尝我的手艺 天底下独一份 她接过去咬了一小口 烫得丝丝抽气 碳没关止 我正把地瓜从壶里 一个个夹出来晾凉 厨房门被推开 姐 给我留两个 赶得半天路累死我了 喝那点粥 不顶饿呀 坐成一圈 李贤允字牙咧嘴的肯 好像生怕自己少吃几个 幸好因为下雨 提前收了春地瓜 不然地里这些不能要了 这日子可怎么过 盛衡阳听见这话 停住了动作 她没中过地 这两天都在帮着 挖没来得及收的粮食 现在听说那些地瓜土豆什么的 都就不毁了 心里应该挺不适滋味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 表示安慰 她把扒了一半皮的地瓜 递给我 示意她没事 过了片刻问道 贤允怎么来这了 我这才想起说 有人截到的事 跟她说了 她盘算了一会 救灾要紧 先留神看看 有什么不对劲的 在这边多加小心 李贤允也来劲了 也扒了一个地瓜给我 我截我 当然会保护好了 圣大人只管盖你的公务就是了 我一手拿一个坐在他俩中间 感到十分无语 又过了两天 雨停了 天上的阴云还没散 时而还要飘扬小雨 地里的是忙得差不多了 圣衡阳开始来这边忙活 我跟吴四婆婆 把我俩的关系说明白 她懊恼地直拍大腿 向我表示歉意 工匠们也都回了这边 但还是有很多人 找小李师傅修着修纳的 一般这种人家 家里都有个带字归中的姑娘 我成了这一趟最闲的人 每天跟着李贤允到处跑 是他求着我的 他怕让人家扣下当坠绪的帽子 从今天第三个姑娘家出来 李贤允双手还在胸前 下次能不能别用我还小这个理由了 我只是不想成婚而已 你原来拒绝别人相看 可不说你还小不着急 我啃着姑娘 非得塞给我的海糖果 没办法嘛 当姐姐的说 这个理由最合适了 你愿意嫁给盛衡阳 不会就是因为被催怕了吧 臭小子又说什么浑话 我是把婚姻大事当儿戏的人吗 我这怎么能叫儿戏呢 我挣得盆满钵满 又不吃亏 转身想要教育他两句 不等我出声 身后有人喊着 着火了 县衙后院着火了 我俩对视一眼 跟着身边的人一同跑过去 拿所有能装水的东西去救火 地窝处都积成池塘 打水不是什么难事 一盆又一盆泼进去 火势却不见小多少 不知道第几趟打水回来 见到盛衡阳在门口站着 来了不少官兵 李正说 这两间房是个就仓库 早就不放东西了 只要把火势 只在这个院子里 不蔓延开就没事 我是听见街上 有人喊着火了才来的 你今天不在县呀 怎么比我来得还晚 今早有人说 河堤的沙包被冲垮一处 我们刚去看了 并不严重 我盘算了一下 想跟他说说我的想法 房子里突然传出一声尖叫 眨眼之间 我侧头看过去 只看见扔在地上滚动的木桶和少年 被火蛇吞进去的衣角 铺面的热气 却如冰凉的海浪 把我冻在原地 啊云 还不等我闯进去 李贤云已经抱着一个小孩 从屋里破窗而出 他摔在地上 一袍处沾的一点火星 也被滚灭 他把孩子松开 小孩坐在地上大哭 我把他揪起来 到处扒拉着 检查他身上有没有烧伤 姐 我没事 你别 哎哎哎哎 疼疼疼 我攥着他的胳膊 不敢动作 哪里疼 骨头疼还是肉疼 大夫上前来 把他的胳膊端走检查 说胳膊倒是没蛇 磕到了骨头 掉一阵痒痒就好了 上了家版 他心虚地看过来 我平静地看着他 不知道该打哪 伸手拧了一把他的耳朵 你下次再这么直接闯进去试试看 我错了 解你撒手吧 我求你了 上衡阳递给我一方施帕子 示意我擦擦手上灰 这边也没什么事了 你跟贤允先回家 看谈岳父岳母 回京的时候给你去信 你总有顾不到的地方 让他回家 我留在这 不是 我是商浩 你俩要给我留放回去啊 我看着盛衡阳 他像是有主意的样子 虽然不放心 但回去确实是最优解 村里的牛和马都在运货 第二天弄了两头驴和木板车 铺了点干草当垫子 我俩开始赶路 这两头驴中 赤兔洒了欢的狂奔 天黑就到了家 爹娘先是见我 风尘仆仆地感到惊讶 又对李贤允掉着的胳膊表示谴责 这胳膊是让人打折了 我的青天大老爷 我这是见义勇为受的伤 爹娘显然是不信 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 等我解释完 他俩松了一口气 白天爹要看铺子 娘要去饭庄上工 李贤允有不方便的时候 我就跟他留在家炖骨头汤 他喝两碗 我喝半锅 原来在盛宅 每天还有点什么检查礼账之类的事 现在在家是一点事都没有 人闲下来了 心就开始忙 开始惦记花生瓜子和栗子 何佳瑶现在怎么样 盛衡阳还好不好 李贤允翘起食指敲了敲桌面 你这一天天想什么呢 这么惦记你郎君啊 臭小子 明天让你生啃骨头信不信 担心安危 怎么能算是惦记呢 应该不算吧 你就是嘴硬 别担心了 着火和节到的事 等我胳膊好了去走一趟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少年气定神闲 一副看穿但掌握的牵奏样 这是跟你没关系 别搅和 我没搅和 下了那么久的雨 那仓库没人管 肯定积水严重防粮潮湿 怎会没来由这那么大火 肯定是人为的 要给某人使绊子咯 我静静看着他 想起他说 讨厌我们把他当小孩 知道你心里有数 但你先把胳膊养好 遇到是了保命最重要 记住没 我以前也是讨厌被别人当小孩的 姓娘听说我回来了 特意来找我 今天的骨头汤刚炖好 给他也盛了一碗 坐在桌前聊天 李贤允去盛汤 姓娘凑过来巧声说 嗯 姚娘 你成亲之前都是什么心情 紧张吗 没什么心情 就是感觉真麻烦 我回过神来 看着他两颊的红韵 这两个月发生了什么 你要成亲了 哪有 就是 有个人还挺好的 我有点喜欢 这个人你也认识的 我也认识 谁 就是那个谁 那个谁 那个老去你家铺子买东西 一挑挑半天 有时候让你介绍 有时候给你讲典故那个书生 他点点头 眼里的甜蜜药一出来 你成亲之后 我娘就有点着急我的亲事 有一天 他在店里听见我娘 跟胡婶说要给我相看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铺子里 他说他喜欢我 想要娶我 问我愿不愿意 他喜欢你怎么还老是去找茶 他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找茶 姚娘啊 他当然是为了多见见我 跟我说说话呀 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 也就你们家盛大人能受得了你 说曹操刘备道 李贤允从门外走来 拿着一封薄薄的信 送走了姓娘 我躲回屋里看信 信上不过几行字 说忙得差不多 明日启程回京 最后一句他写 咬娘 家里见 估摸着他后天 才能到京城 我比他早一天回去 正好在家里等他 晚上娘 带回来好几把锅铲 说是用卷鞭了 叫爹给修修 爹看了看那锅铲 心疼道 铲子都用成这样了 这得炒多少菜呀 海他娘 你累坏了吧 李贤允掉着胳膊啃萝卜 爹 太夸张了吧 这要是娘一个人 用坏这么多 饭妆一个月 得挣多少啊 说这话的时候 爹已经走到了娘身后 伸手给他捏尖 这你俩就不懂了吧 爱一个人 就是心疼他 我收拾完了 要带走的东西 出来看热闹 怎么还特意 带回来修的 随便找个什么师傅 打一下不就行了 哎呀 你爹说 要给我修一辈子锅铲和锅 他愿意修 就给他修吧 我媳妇用的 所有锅铲和锅 都是我修的 这是一个男人的荣耀 我跟李贤允看着对方 脸上是熟悉 而同步的无语 家里的姑娘们 大多喜欢栗子 每个人都给他 喂一点好吃的 大半个月不见 就长成了一只小老虎 我伸手平放 他过来 把头放在我手心蹭来蹭去 栗子啊 你可不能再吃了 这肚皮都要蹭地了 栗子 咪咪咪 抗议也没用 他们都得听我的 何叔说辛苦我了 要不要炖点排骨汤补补 我下意识地反胃了一下 连连嘱咐真的不用 这几天 为了给林贤允补 家里炖的骨头 能拼出一头牛 这一夜有点失眠 我想应该是认床了吧 第二天还是等在中庭 等他交接公务下朝回家 何叔安慰道 夫人别急 交接公务耗时 要比下朝要晚一点 我不急呀 我一点都不急 有什么急的 我只是有话想跟他说 等到栗子第二觉睡醒了 大门处终于有了人影 我站起来 见到的却是陌生的官兵 圣大人有贪污受贿之嫌 现已收押候审 我等奉命看守此处 诸位莫怪 上报的数目 和真正送到的银子数量 不一样 他作为圣家的牵头人 是首当其冲对问责的那个 下面回报上来 说少了银子 是有人劫道 当地官府又报 大雨风露已久 绝无马匪作乱 说与县衙对账 又报当时县衙失火给烧了 到处都稀里糊涂 又全能推到他身上 下午又有人来传话 叫我去给送点衣服被褥 送的东西查了三遍 才把我放进去 他的官服被收走 指着一身素色的长衫 坐在简陋的牢房里 像一只凌落的竹 见我来他没说什么 用袖子抹了抹板凳 让我坐下 他看起来很平静 我编了一路的安慰岛 失去了作用 现在是收押后审 就是没有证据 还有时间和机会 回去我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抢的先手 今天正好是我们成婚一百天 我第一次未被打断感到生气 我跟他商量活命 他打得什么差 当时我说 只需要你帮忙 没想到会有如今这样的局面 多少连累着你 四目相对 他眼中情绪翻涌如潮 寝刻间天地俱静 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廊上微弱的风声 我在等他要说的话 是和我要说的 一样重要的话 棚顶漏下一滴水 滴在他的袖口 晕开一点水渍 他似是有点无奈 此事转机尚存 若是万不得已 你就把自己摘出去 牙翼来带我走 我看着那圈要消散的水渍 坚定道 你等我 我一定能救你 转机来得非常猝不及防 圣家姑母拿了周松峰和圣家叔叔 来往信件和账本等一杆证据 上报大理寺 简而言之 就是不想捐那么多钱 周松峰又有气 想要半胜衡养一把 我觉得真是够蠢的 虽然这次要出不少钱 但拿到了五年的黄商合作 一年就能挣回来 如今偷鸡不成十把米 还赔上了于商人而言 最重要的名誉 等我听到消息赶过去时 已经尘埃落定了 姑母和圣衡阳 在大理寺门口说话 我想了想 还是站远点 她瞧见我 弯起唇角 脸上满是春风化雪般的笑意 姑母在她身后 抬手示意我过去 说实话挺尴尬的 我走到圣衡阳身边 向姑母规矩地行了个礼 小丫头 今天怎么这么有礼貌 我都不习惯了 我甘笑两声 从前各有各的难处 今日还多谢姑母不计前嫌 出手大一灭亲 我自己儿子做错了事 自然要担责 我折蒙冤遭难 自然不能做事不管 比起上次见 她两鬓生了不少白发 但她精气神看起来不错 几倍也叫从前要挺拔 不是大家贵妇的一态 是一个心理主义坚定的女人 姑母可遭连累了 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轻松地笑起来 眉眼一心能见她少女时候的模样 我合离了 今后是自由身 过几天我要回一趟老家 从我出嫁至今 竟小三十年没回去了 回头我去寻一趟铺子 该不该查的都看看 盛家的声音由我看着 横哥只管放心做官 天上飞过一排大雁 他收回远眺的目光 横哥 从前姑母多有做错 也不曾照顾过你 对不住 姑母有诸多难处 我不曾埋怨 人活着最重要的 是眼前和明天 嗯 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 姑母的眼神 在我俩之间看了两个来回 看见你如今有个安稳的家 我想你父母也会满意 窈窕是个不错的姑娘 虽然她一点也不淑女 嗯 什么话 带她走远上车 我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和盛衡阳的手握在了一起 怎么跟你在一起 这日子都过得稀里糊涂的 盛衡阳拿鸡毛胆子 逗着栗子东跑西跑 一边转圈一边说 人生聪明一世 难得糊涂一回 总之结局皆大欢喜 就不要去纠结这些了 栗子实在跑不动了 往旁边一滚摊成一张饼 她把栗饼从地上捞起来抱在怀里 我伸手去摸她的肚皮 我都做好了 去击鼓鸣鸣 店前地壮地打算了 没想到你姑母这次 真是很下心来 也算是不破不立 我说着抬头 见她一瞬不眨地盯着我 眼前的画面与老李 她的预言又只重叠 我呼吸轻了两拍 她缓缓地越靠越近 停在咫尺 我有话跟你说 我有话跟你说 李窑窍 你在哪呀 我一巴掌拍在脑门上 这倒霉孩子 李显云还是她那副美好气的 欠揍大爷样 我听说你们出事了 胳膊都没养好 就策马三十里 终于抓了点证据回来 等我马不停蹄地进京 又听说她放出来了 这叫什么事啊 这把真的是我们这边理亏 我把桌上的好吃的 推到她面前 是是是 我欠你一回 要不你在这注意阵吧 我给你炖点骨头汤 再好好养养 汤就不必了 我也快要喝吐了 她带来了她就出的小孩 那小孩在附近放牛 时常偷懒进去睡觉 那天她偶然撞见了那帮人 正在往房梁墙壁上到处浇油 要火烧县芽 她被发现 敲晕了扔在屋里 最后是被呛醒的 她听清了说话的内容 也见到了长相 害怕祸及家人 没有当时说出来 小孩还带了一把万能伞 是何家瑶的村民 给成衡阳的 她带小孩去大理四路正了 我让何叔给黎贤云 找间客房住几天 屋里人走得差不多 黎贤云伸长脖子靠过来 轻声道 之前她承诺爹娘 一年之内和离随你一 这官场风云变幻的 你也都看见了 你是怎么想的 这是过日子 你当过家家酒呢 说离就离的 黎贤云奔波好几天 直接去沐浴休息了 我闲来无事 坐在台阶上等着她回来 上一次 我也是这样的等着 等来她收押后审的消息 成婚时正直剩下 如今已入秋了 我看向那两棵树 鸟窝已经没了动静 想来是天气渐凉 她俩已经双双飞往南方了 那时她好像在想很遥远的事 自言自语道 燕要归香 蝶要成霜 路上月光扑作霜 谁人不会四顾香 若是我回家了 还会有人陪她看着燕来燕去 花开花落吗 她是怎么想的呢 她想与我一起看吗 可我是想的 我想跟她一起 看栗子长大 背着和书用火炉烤地瓜山芋 在院子前多种几种花 想带她去我的家 尝尝我娘做的炖排骨 趁行娘看铺子的时候 多吃两块果干 最初我俩个取所需 但如今我真的想站在她身边 脑海中的身影 出现在月亮门 踏着碎金般的夕阳走向我 我也走向她 在亭中间停住了脚步 在我开口前 她说 这院子修的时候花了不少钱 春夏秋冬各有妙处 李窑窍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看 树上的燕明年 不知还会不会回来 但我会和她一起等 番外 衡阳燕归窗 衡阳燕去无留意呀 这孩子注定薄情 养不熟的 你瞧她父母 不就叫她给课 我上前功身一礼 横者 称重之气 取公平之意 无甚不好 祖父叫何叔把我带下去 让我跟堂弟出去玩 叔母脸上不大乐意 我向祖父作医 先生布置的功课还未做完 苏儿先回去了 堂弟在院子里玩 见我路过时有些高兴 好像要来找我 旁边的嬷嬷跟她说了几句话 她有点难过 低下头去自己玩了 何叔问 不想跟己少爷玩一会儿吗 功课不差 一时半刻 我知道那些 嬷嬷得了叔母的命 不让堂弟跟我走得太近 担心沾上晦气 我不想麻烦 也不想让别人难做 遇到麻烦的事 我会躲避 所以我不能成为麻烦 那样就没人会要我了 功课早都做完了 坐在桌前 也只是看书 我的名字 真的很不好吗 可是爹娘很喜欢 还会给我讲我名字的寓意 可是爹娘啊 他们都变成黄土一捧 十杯两块了 送我去白鹿洞书院 祖父费了很大的功夫 钱是成家不值一提的 但他卖了很大面子 欠了很大人情 去书院的前一晚 祖父来看我 说了很多话 他问我要去一个人 那么远的地方读书 怕不怕 我说不怕 他说祖父这一生 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圣家的儿郎有出息 不要再叫人戳着几两股说 只能百代从商 我说从商有何不好呢 能把日子过好就行了 祖父叹了一口长气 说家族兴衰 离不了世俗眼光 他说阿恒 你要有出息啊 圣家父的能拿金砖带房子 商铺装子蒸蒸日上 这不算是有出息 不算家族兴盛吗 我没有问出口 祖父说读书是 圣家郎的出息路 那我就去走 我二十岁就考上了探花 琼琳宴那天晚上 祖父带着我在祠堂上了三炷香 磕了三个头 他的眼睛湿润 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 说圣是一族有指望了 没多久 祖父就病倒了 大夫说是一直顶着的那口气不在了 我没有空去处理出入官场的风波 维持了平衡 剩下的时间都在照顾祖父 有一天 我在榻前睡着了 被何叔叫醒 送上一碗面 何叔说 横少爷生辰 吃碗面吧 我捧着那碗面坐在榻边 看看祖父 又看看面 心里觉得很无力 祖父的后事 他自己都交代好了 他留给我很多钱 他说我不能做生意 不能时文翻做二两银 便只能给我多留些 他去世的前一天并不像油镜灯窟 紧紧握着我的手 阿恒啊 谢谢你了了祖父的心愿 若是有喜欢的姑娘 就好好对人家 阿恒 成个家吧 你该有个自己的家了 我对于这是没什么概念 也根本不认识几个姑娘 打马游街的时候 倒是有不少姑娘向我抛花 只是还有一些不省心的亲戚 一般的姑娘也应付不来 从老家回来 路过青山宝歇角 正赶上后来传说中的李娘子 大战孙家婆 那姑娘长得还挺冷清的 远山眉下轻薄眼 看起来像尘雾间的山水 不是官居的淑女 更似尖家的霜 她说话也挺厉害的 有条有巨有礼貌 对得那孙家婆蹊跷生烟 其实她抽完那巴掌 孙家婆和喜也不服 但她手里还提着那把新菜刀 她俩也不敢上前 她就拎着刀走回家 站在铁匠铺前一拱手 大家邻里街坊地住着 我爹是什么人品 大家都清楚 物证在我手里拿着 诸位都是个见证 将来要有那没皮没脸的 告上县衙 也都能说个清楚 人都散了之后 我在茶摊观察了一会儿 何叔问我在这有什么事 我想了想说 刚才那个铁匠铺的姑娘 我要娶她 我觉得黎窑窍的弟弟 不太喜欢我 回门时 她总是有意无意地 挡在我俩中间 然后被她解巴拉走 我理解她 若我有个亲姐妹 被见过一面的人娶走了 我也会很讨厌她的 而且黎窑窍是一个 那么好的姑娘 上一次来求娶的时候 岳父问我酒量如何 我说不太会喝酒 何叔说老丈人看女婿 都是越看越讨厌 总要考考酒量的 但他点了点头 我不认为酒品即人品 一个男人酒品再好 但放纵的喝酒 也绝非好事 我不会把女儿 交给这样的人 这次他被岳母叫走 由我跟岳父和小舅子 一人坐在四方桌的一边 我想着倒杯茶吧 小舅子先到了 我想着八个瓜子 小舅子先吃了 岳父无奈地看她一眼 道 姚娘是个报喜不报忧 但不会憋屈自己的孩子 她今日回来 不像受了委屈 我暂且放心 然后她喝尽了茶水 去厨房帮岳母做饭 李贤允见状 也起身离开 李窑窍端着一碟子算出来 问我有没有被为难 我说没有 想要帮她包算 她却按下了我的手 她和李贤允斗嘴很有意思 是我没感受过的兄弟和睦 不知道该伸手帮忙 还是该萧婷坐着 有些尴尬之时 她道 说什么浑话 我俩成亲了 她跟咱们也是一家人 我心底暖意见起 跟她一起包算 一家人吗 有活要一起干 李窑窍是个很厉害的姑娘 她嘴皮子利索这点 我早见识过 不必多说 除此之外 她还是管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毕竟家大业大 我本来想稍微教教她 但她完全不需要我 本来我们这种出生的姑娘是用不上的 但是我娘会教我算账做掌柜 这跟做夫人也差不多吧 你找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 我娘可厉害了 饭庄和我家铺子的账 都让她算得明明白白 我爹可从来没藏超过半条钱 我想说你要是爱理账 跟我过日子可就有福了 但她会跟我过多久的日子呢 说到底我俩各取所需 不是两情相悦的真夫妻 她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反正我从小亲缘淡薄 这样的好事大概是捞不着 但我真的很喜欢跟她过日子的感觉 喜欢每天下潮 她都在院子里等我 她说日子是自己的 怎样都得好好过 她没有经验 但她爹娘是这样过日子的 她还说若是我不习惯 可以跟她说说 我的爹娘是怎样过日子的 父母对我而言 是温暖而又遥远的 又是孤苦 少时漂泊 我早就忘了 爹充满药味的小屋里 是什么样的日子 但我记得那种感觉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心就像盖上一块柔软的毛毯 下潮时 有个青年在我马车处站着 我走近之后 他立刻绽放出一个 阳光灿烂的笑容 衡阳表弟呀 真是好久不见了 这位同僚 首先在朝上 你我想必日日都能见到 其次您是 我是你松丰表哥呀 不记得了 也怪我这个做哥哥的公事繁忙 你心虹我还未去恭贺呢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你我就去你府上好好聊聊 说吧 他便钻进了车里 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到了我家 正赶上姑母和李瑶条在门前对峙 姑母直起身来怒道 你个专横跋扈的 我身侧慌忙下车的周松丰瞪大了眼睛 急声喊道 娘 我一两岁的时候 姑母已经嫁人了 后来一年到头 也见不上几次 每次总是冷眼看我片刻 然后当我不存在 祖父提起这个女儿 总是愧疚而遗憾的 他说阿恒啊 家里欠你姑母良多 你不要怨恨她 我对她并没有什么感情 不曾期待过她 会给我什么温暖 也就没什么怨恨 只是有时心底有些感叹 毕竟是血气一场 她的血亲 十月怀胎的儿子 在院子里破口大骂她的母家 说她是无知伤父 李瑶条总是含三分笑的 轻波眼降了霜 冷哼道 你父亲也是个商人 怎么只看不起你母亲 你是从你爹的腿间爬出来的吗 你只不过跟她一个姓罢了 她的儿子也不少 你看她真的在乎你吗 为了你的前途观之奔波的 只有你母亲而已 晚上我想起了祖父 想起了又是姑母冰冷的眼神 我曾感叹她与我冷漠时 她是否想祖父 与我对她也是袖手旁观 是否我觉得自己命苦的时候 她也觉得 是我们没有帮到她才这样苦 这时李瑶条说 苦是不必比较的 我觉得她好像会发光 比烛火还亮 跟她在一起 我少时孤单的宅院都附上了暖光 小时候那棵树上 好像也有这样两只燕 燕要归香 蝶要成霜 路上月光扑作霜 谁人不会撕故乡 娘笑音音的声音还在我的记忆里 我却有点不知道 哪里才是故乡 祖宅只有书院 放假我才能回去 这座京城的宅子 至今只住了两年 家对我来说 好像只是爹那充满药香的小屋 它歪头出现在我视线里 今日山水放晴 现在只有一只小猫 是有点孤单了 等它再大一点 就能拐野猫回家 到时候就热闹了 我恍然回神 它站在我身边 抱着那只我在马车里 捡的小三花 我想完了 我好像爱上它了 挖钩的第二天 胳膊酸得几乎抬不起来 不知道李窑窍在村里怎么样 应该没有这里危险 爹和祖父 希望胜家出个极品的大人 是为了家族的兴盛 我不排斥做官 也不愿意从商 世上谁活着容易呢 当官的要肩负民生 从商的要忧心是道 当我站在被大雨冲毁的庄稼地 也冲掉了我心里 盖在历史之道上的淤泥 官服是圣家几代人的夙愿 但官帽戴在头上 我先是朝廷的命官 才是家族的希望 终于忙完了 这头回到村里 我想见他一面 我善后晚回去 饭点早就过了 本地的小伙都回了家 无私婆婆热心地 叫我去厨房拿点吃的 见到李贤允是有些意外的 毕竟岳父岳母 要求发还补公文的信 来了好几封 但没有无私婆婆 这一番操作这么意外 我俩坐在炉火边 难得得有些尴尬 比见第一面 我就提亲还尴尬 只是我才知晓自己的心意 没多久 这下有点尴尬 我只学过如何追求窈窕淑女 但李窈窕显然非此类人 她坐在我身边 我的心和炉灶的火焰 同频跳动 聊了几句 她问我要不要休息一会 我有点睁不开眼了 但还是想跟她多带片刻 睡过去前我想着 都要压着她了 结果醒来的时候 我俩正彼此靠着 后来我俩八十岁了 坐在藤椅上晒太阳 总能想起这个优质而温暖的时刻 祖父和爹娘 要是知道我有进牢房的一天 会不会气火 这是并不难办 钱款一定是有人 一开始就打歪心思少捐的 我是全族混官场的独苗 不过是看左老准备公正办事 还是个损八百 火烧现牙 显然是个要我命的 周松锋在户部做官 跟他们合谋安排这些是不难 父亲在时 叔父也是关心过这个大哥的 我不知道那些兄弟感情是不是装的 但如今他们动这样的心思 显然不会让我好过 幼香很赏识我 破了规矩 说我做学生 他问我心里有数没有 有没有什么事要做 我说骨头里潮气还未散 觉得这牢里冷 让我夫人送点被褥来吧 他很担心 很淡定 很理智 他真的是个很好的 很厉害的姑娘 今天正好是我们成婚一百天 他有点呆愣 无语又困惑地看着我 当时我说只需要你帮忙 没想到会有如今这样的局面 多少连累着你 我想说 本来今天回去 我想说明我的心意 但此刻 我好像无法再说 若我在这里说喜欢 他会怎么想 他若是也重义我 但我终究获罪 岂不是要拖累他 若是他对我没那个意思 他岂不是要纠结愧疚 我不想他难受 我想要他爱我 但我更想要他 永远自由洒脱 可那双轻波眼眸光微动 他心里不是一点没有我 我凝望着那片湖 犹豫这一刻 万间一凉 是棚顶的水滴 在我的袖口上 我低头看去 他在提醒我 此刻的处境 这样的时刻 我怎么能跟他说喜欢呢 最后我交代他自保 他让我等他 我没想到 最后破局的是姑母 他拿着他儿子的书信 他丈夫的账本 老家商会的票据 来证明我的清白 庭审结束 周松峰在院子里破口大骂 说天底下 岂有这样要自己儿子命的母亲 姑母闻风不动地站在她面前 你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就算你再不成器 我想令你平凡庸碌一生 只要是健康平安也是好的 不想你父亲教你做假账 教你贪污行贿 我从前一概不知 否则不会放纵你沦落至此 我父亲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怎会交错我 当年你们也是 看中了我父亲的权势才会结亲 你舍得这样得罪周家 他掏出一张薄薄的纸展开 这是我和你父亲的和离书 这次我十年前就签下了 而你父亲不敢签 是因为要还回我的嫁妆 他早就赔光了 我成家的家训 已成立身 这些年我日子过得糊涂 如今该苦海回身 他当然没有要周松丰的命 他被贬去了边陲之地 姑母说总要锻炼锻炼他 我在大理寺门口等离窑窍 姑母却没有上车 与我站在一处 横哥 他笑起来 眼角的细纹叠成漂亮的鱼尾 我总是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 却忘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从前我怨恨父亲和兄长 要牺牲我的半辈子 每次见到你我都想 你岂会懂我这样的日子 如今我才想明白 你那时也该是很苦的 那段日子对我们而言都太久远 释怀的话在此刻也变得索然无味 于是我说 那时姑母过得也不好 不必为了没帮到我而自责 既然都是苦 便没必要分出个高低 如今重要的 是以后的日子 她的神情放松下来 颇为欣慰地点头 若是你父母 见你长得这样正 又有这样安稳的家 也会很高兴的 我抬起头 李窑窍在门外看着我 我想 这次一定要说出来 过年的时候 栗子已经长得不小了 长短是正常的 主要是胖了不少 过年要带她回你家吗 为什么不带 留她一个在家里多孤独啊 你怎么忍心 她和猫一起歪着头看我 可爱得让人什么都答应 何叔送来了两封信 分别是给我俩的 是姑母的信吧 她说什么了 你怎么知道的 她喜欢用这种性质吗 看一眼就知道了 姑母说什么了 我能看吗 时隔二十多年 姑母回到盛家祖宅 把十年内的商会所有账目全查了 叔父犯了错 从祖谱除名 这一房长室的只剩下我们俩 他把行会整理得井井有条 别说猫腻了 现在连猫脚印都没有 当年他的心上人至今未娶 最近正调回老家去了 也不知道这位铁娘子 做何打算 岳父岳母来信了 有什么事 李窑窍费劲地把栗子拎起来 我爹娘说让我把她带回去 家里有很多剩菜等着她吃 她把猫转过去 跟她面对面 你怎么比我还得到我爹娘喜欢 这次回来 不会胖成一个球吧 我挑眉不作答 栗子她也没少喂 这是我和她度过的第一个年 还有往后数不尽的春夏秋冬 艳来花落 我会握着她的手 看以后每一天的夕阳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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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